什么功法 当然是灭你的功法 九世诸神 谭云一出手 就是鸿蒙世神剑爵最强神通 只拉伸不绝于耳 瞬息功夫 谭云便在不同方位 刚蒙至极挥出九剑 顿时 整个浩瀚剑阵虚空剧烈阵战 九道运含着五行 风雷时空死亡光明智力的剑芒 轰然释放而出 九道剑芒在剑阵内 无论速度还是威能 皆暴增十倍 轰然朝铜管时暴战而去 望着袭来的九道万丈剑芒 再联想到谭云击败金甲犀牛的一幕 铜管时丝毫不敢大意 连连挥出九道骨质帝皇枪营 随着九声巨响 九道枪营赐报九道万丈剑芒之后 威力锐剑 继续朝谭云刺去 不过却被谭云轻而易举 挥剑击溃 时空换步 沈素兵抓住铜管时 迎接谭云的空档 急速出现在其身后 一剑斩向其后背 雕虫小姐 卑鄙 铜管时的耻笑之声 戛然而止 却是他一枪抽碎 沈素兵剑芒的同时 轩辕柔手中长剑 已然动穿了他持剑的右臂 铜猛虚空崩塌之际 针机操控紫色神顶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从天而降 碾压向了铜管时的头颅 你们四个贱人 还有谭云 都给本铜管时听好了 本铜管时绝不会输给你们 铜管时暴怒震天 手中乳白色上品亚神技长枪脱手而出 接着在虚空暴胀三千丈 将紫色神顶一枪击飞 哥怎么办 铜管时的实力强大 超乎了我们的预料 无妨 好意要把他好死 行行 你实力太弱 快退下 谭云大声说吧 又传音给拓拔营营 仰装退下 然后藏你虚空 稍后听我口令出击 脸色苍白的拓拔营营问言 随即扬装出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 哥 嫂子 你们多加小心 我退下了 话音方罗 拓拔营营俯冲而下之际 便施展天族隐身术 藏匿在了鸿蒙虚空之中 谭云又向轩辕柔三女传音 稍后我会施展最强的两极 现在你们储存实力 稍后都不要留守 合理击败他 记住 留他性命 我们还要从他口中得知 通往通天宣称的传送阵所在何处 三女文言纷纷点头 谭云则施展出了时空灭神刀 刀碎诸天 鸿蒙虚空里 一股浩瀚时间洪流 如天外之谱从天而降 同时 一片恍若吞没天地的空间之潮 亦从鸿蒙虚空深处涌向了时间洪流 二者相容 极速幻化成一把长达万丈的巨刀 摩天巨刀通体透明 其内弥满浓烈且狂暴的时空之力 杀 万丈灭神刀仿佛挣脱时间空间的束缚 撕裂虚空一刀劈向了通管室的头 给奔通管室碎 通管室右手自虚空频频舞动 头顶举枪便狠狠抽在了时空灭神刀之上 碰的一声 时空灭神刀轰然爆碎 然而通管室却忽然惊悚起来 这 这怎么可能 他的亚神器长枪居然浮现出了一缕缕纤细的裂纹 就在这时 谭云双全紧握 一双巨铜流露出深深的气虚之色 死亡随神变 没错 谭云所言的死亡随神变 乃是鸿蒙图神剑阵内 比时空灭神刀还要强悍的中极神通 这是由昔日死亡之渊神通衍生出的新神通 随着谭云心生大喝 一颗米粒般大小的乌黑光点 便自铜管室身后幻化而出 紧接着 乌黑光点便做一条长达百丈的死亡碎神鞭 毫无征兆地抽向了铜管室 一旦对方被抽中 必然会焚身碎骨 但铜管室不愧是帝皇境九阶大能 他潜意识迅速腾空 企图躲闪这一击 不过虽然躲开必死的结局 但右腿却被死亡随神鞭扫中 咔嚓一声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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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管室的腿 在其残交声里 他的右腿便彻底爆碎开来 接着 死亡碎神鞭 犹若一条乌黑巨蟒 将铜管室牢牢绑了起来 周尔速冰趁机 快动手 就在三女各县神通 即将杀到铜管室身侧时 铜管室生死礼节 给我开 他浑身一震 体内磅礴的骨质底黄之力 如洪流般汹涌而出 硬生生将死亡随神鞭冲爆开来 熊儿 速冰 真机 我们不是他对手 撤 谭云一副惊恐万分的模样 眼眸中却闪过了一抹 奸计得逞的味道 杨状分散逃命 然后带营营投袭成功 我们再一举击败他 三女收到传音 随即掉头就逃 铜管室怒发冲冠 想逃 你们几个贱人 还有谭云你这该死的杂碎 现在杀我不成就想逃 痴人说梦 今日你们一个都逃不得 谭云 我要你亲眼看着我将你妻子的衣服撕碎 然后让他光着身子和奔铜管室好好快活 小美人 你逃不掉的 铜管室淫荡一笑 身形一闪便追上了沈素兵 接着他便探出右手 猛然抓住沈素兵后颈一扇向后一拉 迟拉一声 沈素兵的金色长裙被撕碎 露出了光洁后背 但铜管室还来不及欣赏 一道怒斥之声便传了过来 毁我嫂子衣服 找死 下一瞬 拓拔营营疏然出现 挡住了沈素兵春光外泄的后背 冲着铜管室汇出一箭 这突如其来的一箭 着实令铜管室来不及反应 他只觉双目传来一阵钻心剧痛 却使其双瞳 已被拓拔营营一箭斩碎